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1月3号星期五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 我们看到中共政坛上有三大政治派别 习家军团派江派 习家军全面上位 团派受到排挤 而江派受到重创 但是仍然有这政治三派 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件事情 就是曾经作为一个中共重要的政治派别 高层重要的政治派别 在十七大 十八大都成绩很风光的一个政治派别 却土奔瓦解 烟消云散了 这个派别叫做太子党 在2007年的十七大就形成了太子党全面接班的态势 当时除了习近平 前中共副总理元老习总绪的儿子 成为王储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之外 还有像这个前中共元老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来 当政治局委员兼直下市重庆市委书记 还有像刘少奇的儿子刘源 是这个军队的总后勤部的政委 后来还有一些像这个李先见的前国家主席李先见的吕旭 这个刘亚洲担任国防大学的政委等等 而每一次开两会党代会 红二代都是这个非常密集 包括李鹏家族的李小鹏 李小林 包括毛泽东的孙子 少将 毛新宇 朱德的孙子 朱和平 空军指挥学院的副院长等等 林林总统 还包括胡耀邦的 胡耀邦的吕旭儿子 吕旭 刘晓江 海军上将 像儿子胡德平以前全国国公三联副主席等等 红二代基本上就说要么是党代表 要么是两会代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还有呢就是政协副主席 像这个陈云的儿子等等 做了很多的安排 太子党有非常多的安排 可以说盘踞了中共的高层和地方的要职 给人的感觉是 太子党形成了跟江派 团派 三分天下 三足鼎立的局面 的确到了2012年十八大出现了这个局面 十八大形成的政治局常委里面 实际上有三个是太子党 习近平 王岐山和余振生 习近平不用说 王岐山是前中共元老姚依林的吕旭 余振生是前中共元老就是首任天津市委书记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的儿子 而且这个黄敬是毛泽东夫人 江青的前夫 前任丈夫 复杂的关系 余振生当然也同时被江派所推崇 说半个江派 半个太子党 那么在其他层面 还有一项军中 武警中 地方上的 刚才我举到的很多名字 包括陈云 元老陈云的儿子陈云 也就在十八大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等 这些名字车在斗量 简直不可申诉 当然还有当时的军委委员 上将张又霞 而军委里面 十八届的军委 十一个中央军委里面 近半数是太子党 包括张又霞 马晓天 吴胜利 还有一个叫张海洋 以前他的父亲也是上将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儿子等等 吴胜利的父亲也当过浙江省委书记 马晓天的父亲以前也是中共的元老 高干 所以在十八大的时候 基本上是太子党全面上位 给人的感觉是红二代全面上位 跟团派 江派形成了这么一个三分天下的局面 这也是中共以前的一个安排 从陈云时代 邓小平时代做了一个安排 终于在十八大接了果实 因为太子党的代表人物习近平正式接班了 当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 但是到了十九大 却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太子党做一个派别 在高层不复存在了 高层仅剩的太子党人物就是习近平和张又霞 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习近平 政治局里面有个张又霞 而张又霞他是有来历的 他的父亲张忠逊见政的时候封上将 张忠逊跟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都是陕北人 中共曾经以前有个叫西北野战军 他的司令员和政委是彭德怀 副司令员是张忠逊 副政委是习仲勋西北军 那张忠逊跟习仲勋不仅是陕北同乡 而且是内战的时候打内战的时候的战友 所以两家交往很深 延续到下一代 就是习近平跟张又霞的这种交往 而习近平之所以跟张又霞能够交往有有意扶持 因为张又霞是个憨厚人 老实人 政治上没有野心 没有对习近平构成威胁 而且张又霞在2015年还帮助习近平平定了一些中央警卫局的政变 当时中央警卫局的局长 曹清副局长王沁 被张又霞亲自押38军押政带走 另任他旨 然后瓦解了中央警卫局 重组中央警卫局 所以张又霞还在军中算得上习近平忠心耿耿的一个战友和左帮右臂 所以这次唯独张又霞留下来了 当了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除此之外 就没有太子党人物了 还有一个李小鹏 那算一个小萝卜头 他是前总理李鹏的儿子 李鹏家族腐败 以腐败为名 后来外界议论纷纷 他为了惊喷洗手 让李小鹏弃伤从政 所以就在2008年6月4日那天 民间纪念六四屠杀 李鹏家族以另一种方式纪念 逼着胡温当局安排他的儿子 当了山西省的副省长 后来也是常务副省长 到习近平时代是省长 习近平时代过去五年 山西省所谓他方式腐败 权力斗争 冰激化下台之后 西三邦垮台 山西省从省委书记 到副书记 到地方上的市委书记 市长联窝端 唯独贪腐大王李小鹏窥然不动 因为朝中有人 有他的父亲李鹏 而习近平没有断掉 李小鹏也紧紧看着他父亲的面上 因为他的父亲李鹏政治老人中是支持习近平的 习近平受到李鹏的支持 所以作为一个回报 就稳住李小鹏的位置 李小鹏在山西 这个旷难平任 丑闻平传 最后干不下去 调到中央 当什么交通运输部部长 这次十九大升了一个中央委员 但是我认为他的仕途就到此为止 也就是习近平对李鹏的一个交代 所以除此之外 太子党红二代在中共的高层就断掉了 绝技了 这是怎么构成的 在2007年17大曾经摆出全面接班态势 2012年18大全面接班的太子党 跟江派团派分庭抗理的太子党整个的消失了 张又霞说过仅存 他不是被江派打掉的 也不是被团派斗掉的 而是被习近平亲手瓦解的 习近平为什么要瓦解太子党 视起于薄熙来事件 就是十八大之前夕的薄熙来事件 这也是习近平的一个运气 也是习近平瓦解太子党的一个原因 薄熙来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 曾经是副总理 跟他的父亲 跟习近平的父亲平级 副总理 中共元老 他在重庆当市委书记的时候 当时我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南海后黑学》 其中有一章 我用了一个章名叫 《习近平尚未作文 薄熙来图谋大位》 我觉得习近平还没有作为他的王储位置 薄熙来就图谋串权 因为我是从当时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看出来的 我认为薄熙来《唱红打黑》自在中央 叫板中央 自在不仅入常 而且是要自在问鼎王位 颠覆习近平 果然三年之后 2012年应验了这个事情 2012年发生的王立军 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的王立军 出逃叶奔美领馆 成都美领馆事件 导致薄熙来最后下台 最后是打入秦城监狱 判处无期徒刑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不得再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威胁 而那次事件消除了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权力隐患 因为如果薄熙来入场 并当了政法委书记的话 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极大的威胁 而薄熙来得到了政治老人和众多的元老和政治势力的支持 极可能颠覆习近平 习近平有这样一个运气 来自于王立军的出逃 那次事件也是习近平跟胡锦涛和温家宝联手 反过来对付江派 而在之前 据传说是习近平还出自于江派的支持 江泽民 曾庆红的支持 但那次事件之后 反过来 习近平跟胡锦涛和温家宝反而联手 成了跟江派对垒的这么一个阵营 这是第一阶段 太子党分化的第一阶段 所以太子党并不像团派和江派那样 是什么凝成一股神 相畏扶持 相畏提升 而是一个互相恶斗 因为太子党都认为自己有红色血统 都认为自己有继位的 继大位的正宗 所以反而是恶斗 所以这是第一场恶斗 习博恶斗 这个恶斗的结果是太子党分裂 第二步 习近平在上任总书记这个位置之后 开始了第二步 就是把太子党排挤太子党 让他们卸任 靠边站 民生暗将等等 比如说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这个是总后勤部政委 据说在军中反腐中为帮了习近平的忙 离下功劳 但是他结果是被习近平劝到功臣生退 退出军职 到人大当一个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表结 因为刘元实际上在这之前跟薄熙来的关系走得更近 所以习近平忌讳 再加上刘元以前的资格比习近平还老 父亲是国家主席 高一头 他比习近平大两岁 薄熙来比习近平大四岁 小时候就要在一起玩的时候 薄熙来和刘元还联手欺负过习近平 当后来他们三个人放到地方上去历练 要接班的时候 刘元走在最前面 当习近平还在复建当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 赢得市委书记的时候 刘元已经混到了河南省副省长的位置上 后来习近平反超上来 反超上来一个重要原因是 刘元在1989年六四的时候反对六四镇压 他当时一个是到北京火车站劝学生撤退 苦口婆心没成功 后来回到河南 他是副省长 在邓小平发令镇压的时候 刘元和整个河南的领导班子反对镇压 这是很有名的事情 结果河南的领导班子后来受了集体的整肃 刘元仕途就没有再进 只是后来考虑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 又转到武警总和军中去任职 但是没有再太大的提升 而河南受到当时江泽民中央的惩罚 在拨款 财政各方面 资金都受到削弱 不予支持 一度是那么一个情况 所以刘元曾经有这么一个历史 所以习近平对他们都深为忌讳 说把刘元排到一边了 又把其他人 像刘亚洲前国家主席李先见的李系排到一边 还有吴胜利海军司令员前浙江省委书记的儿子 因为在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出了洋相 顺手就被习近平打发到一边去了 还有后来到了19大前夕的各种上将像张海洋等等 也都靠边站 所以这是习近平瓦解太子党的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让他们都靠边站 不会让他们再谨慎 曾经传言 刘元要升任军委副主席 军委委员等等 完全是个传言 在18大的时候军委 中央军委委员中 近半数是太子党 这些人都被排斥了 那么到了第三步 就是19大前夕 19大前夕 习近平采取了一招 让太子党红二代连党代表都搭不上 还不要说你进入什么权力中枢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 党代表纷纷落马 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 是一个空军指挥学院的副院长 少将或者中将 毛新宇是所谓的少将 还有就是其他像胡耀邦的女系 海军上将刘晓江 以及胡耀邦的儿子开明派的胡德平 胡德华等等 还有当然左派那些像孔丹 左派头领 太子党的左派 顽固派的鲍与国家圣的头领 孔丹 就是原中共调查部长的儿子等等 都排除在外 那些以前当党代表 当两会代表的 包括李小林也被排除在外 全部都被排除在外 那唯一剩下就是我说的一个是张又祥 一个是李小鹏 那么就这个剩下 而李小鹏仅仅是中央委员而已 其他的太子党 红二代被整体的排除在十九大的会场之外 所以这是习近平排斥和瓦解太子党的第三步 习近平亲手瓦解了太子党 代之而起的是习家军 就是以习近平为中心 把他在福建工作的地方 福建的旧部 浙江的旧部 上海的旧部 或者南京军区的旧部 纷纷调入中央政治局 中央委员 要害部门 或者是各地区的首长 或者是武警 或者是军队的要职等等 形成了势力强大的习家军 就到了十九大 习家军取代了太子党 跟团派和江派形成政治三派 而习家军是全面上位 江派是重创 受到重创 兵于大势已去 而团派是受到排挤 在十九届的政治局常委中 七人中 只有一个是太子党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的这个做法 亲手瓦解太子党的这个做法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 不复存在 这个做法 先不去凭它是与非 也没有什么对与错可言 它是符合帝王政治 王朝政治的一个逻辑 实际上中共称为红朝 它仍然是封建王朝 一个帝王 过去的帝王是一家传下来的一个王朝 那现在的北朝鲜还是一家传下来的世袭 金家世袭王朝 中共的世袭王朝是集体世袭制 就太子党红二代在后面接班 他是集体世袭制 习近平只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但是习近平反而认为他最大的权力威胁恰恰就是太子党 因为习近平的权力正宗就是我是红色血统 我是中共元老之后 我是继承红色教材 但是别人也有这个制度 那就是别的太子党人物 比如薄熙来 刘元 刘亚洲等等 所以习近平反而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权力威胁 而不是团派 不是江派 因为这些人如果说有反习式聚集 要推其他人来代替习近平的话 他们可以推出其他太子党人物 就跟古代封建王朝中推出皇帝的其他儿子 甚至是孙子 或者是庞习的 侄子 亲属的来代替太子一样 所以这个王位之争 太子之争 历来是封建王朝 宫廷政治 刀光剑影的最激烈的一部分 所以习近平对此非常的防范 我们都知道这个古代的封建王朝 这个为了曾王位 什么父子相残 兄弟残杀 这种事称出不穷 比如战国时代很有名的赵国 赵武林王 夫妇其事很有名 振兴了赵国 赵武林王他老了之后他退位 他让给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赵慧文王 封为赵慧文王 他退位之后 他的儿子对他父亲很防范 由于父亲比较喜欢和包庇 另外一个人是赵慧文王的对头 赵慧文王最后不惜带兵 连同他的父亲和他的仇敌 包围在一个寺庙里面 包围在这边断水断粮 大雪天 最后他的父亲就召嘱咐 抓雪地上的血来冲击 最后活活的饿死 儿子都能把父亲逼死 就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 永固自己的王位 而在三国时代曹家 曹操死之后 兄弟正位 曹批要逼死自己的兄弟 特别是他要忌讳他最有才的一个弟弟叫曹执 叫他七部写诗 否则就杀头 但是曹执确实是奸安才子 真的七部写诗了 七部之内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叫 本是同根生相间何太极 在史上留下大名 这两句话感动了曹批 使曹批刀下留人 没有杀他 只是把他留放了 放逐到外地 但其他的兄弟都遭了毒手 或者间接的遭了毒手 曹批才得以认为自己的王位有安全感 到了后来唐朝 李世民 都知道李世民唐太宗是一代什么 英明圣主 有贞官23年 贞官直至23年 在历史上留下美名 还说辣贱之言 听魏征的辣贱 但是李世民登位 登基确实非常不光彩的历史 他是把他的兄弟 把他的父亲逼退 李渊逼退 把他的两个兄弟杀死 太子李建成他的哥哥 弟弟李元吉 杀死 发动了玄武门兵变 政变 玄武门之变 杀死自己的亲兄弟 流血 流血政变 自己才登上王位 登上皇帝的宝座 所以兄弟残杀都在所不惜 还不要说什么开国元勋之后 构成了二代 后来有什么雍正夺地的这些故事 总之在中国古代宫廷中是绵绵不绝的上演 这就是封建王朝的逻辑 封建王朝的逻辑就是 卧他之策 岂容他人汗碎 而不管他人是谁 是自己的亲兄弟也好 父子也好 还是多么亲近的人 一样 格杀无论 所以习近平是完全符合封建帝王的这么一个品质 也完全深暗封建帝王政治 封建王朝政治的逻辑 卧他之策 岂容他人汗碎 因此习近平为什么要亲手瓦解太子党而组建了习家军 非红色血统的 非太子党 非红二代的习家军 就在于他要突出他自己 只有他自己是红色血统的传人 他要一人独霸 一人独裁 一人独称天下 所以我说过习近平不是什么第五代领导人 他是第二代 是红二代 因为第一代是毛泽东那一代人 第二代就是习近平 给毛泽东打天下的习中勋和后人 中间的什么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是二代 三代 四代 都是邓小平的胡周 乱说 邓小平冒充第二代 邓小平就是第一代 跟毛泽东打天下的第一代 毛泽东的战友 他冒充第二代 他是为了抹杀华国锋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历史地位 然后他又说 通过他的口说 江泽民是第三代 胡锦涛是第四代 就这么定下来了 其实江泽民 胡锦涛都只是过渡人物 真正的第二代 红二代是习近平 这才是红色江山的第二代 第一代是毛泽东 习中勋 邓小平那一伙人 然后就是习近平这一代 而到了习近平这一代 可以说 习近平一旦大权在手 不仅是重创江派 排挤团派 而且就是不舍接班人 不管是团派的胡春华也好 这个还是温家宝的传人 孙政才 孙政才下狱 胡春华靠边站 就是习家军自己的培养的陈敏尔 他也暂时不会让他进入接班人序列 因为习近平要看一看不舍接班人是什么样子 如果时机成熟的话 延长任期 超越任期 甚至终生制都有可能 这样的心态下 他排挤所有的太子党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一人独霸天下 这是封建王朝政治 红朝就是封建王朝的延续 以另一种形式再延续 以21世纪的另一种形式 以马列主义的外衣 以西方价值观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延续而已 但是他本质并没有改变 就是封建宫廷政治 王朝政治 帝王政治 或者说帝王术中的后悔学 习近平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帝王术和后悔学 集大成者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 十七大 十八大出现了一个重要政治派别 太子党 曾经跟江派团派分庭抗礼 三分天下 三足鼎立 但是不是被江派打垮 也不是被团派斗垮 而是被太子党自己的领军人物 习近平本人亲手瓦解 这就是当代红朝政治的现实 他的残酷性 他的这种无情 跟封建帝王政治完全入出一辙 当然那些太子党 红二代也并不值得同情 他们都是娇涉淫逆的一代 对中国的未来也并没有任何的积极因素 我只是在这里客观地陈述这个现象 太子党覆灭的现象 红二代覆灭的现象 他是被太子党人物 习近平亲手瓦解 亲手葬送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将载入史册 供后来的史家去大书特书 研究其中的深奥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再见